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6月15号表示 美国将在时隔17年后 于7月13号起 恢复执行联邦死刑 据法新社报道 自1988年美国政府恢复死刑以来 只有三次联邦处决 司法部长比尔巴尔 一年前曾宣布 他打算恢复对联邦监狱犯使用死刑 据了解 五名被判有罪的杀人犯 计划于2019年12月和今年1月 在印第安纳州 特雷霍特的联邦监狱 接受注射死刑 这五人的罪名都与谋杀 或性侵儿童有关 但是在其律师 对新执行死刑协议的合法性 提出质疑后 这些处决便被搁置 之后美国最高法院 拒绝解除联邦死刑的缓期执行 称鉴于事关重大 执行死刑的禁令 应由上诉法院进行审查 今年4月 华盛顿的一家上诉法院 批准了精神药物物巴比土 用于注射死刑 巴尔下令为五名罪犯中的四人 设定新的处决日期 巴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亏欠这些恐怖罪行的受害者